17岁的安子彤来自意大利米兰 是石家庄市第42中学的一名留学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他选择了留在中国 疫情期间学校停课 安子彤被学校安排住在石家庄市民丁秀芬家里 他每天通过上网课继续自己的学业 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 意大利成为疫情的重灾区 恐慌、焦虑、思乡等情绪困扰着安子彤 在意大利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害怕 我不敢告诉别人 我是意大利人 我担心我爸爸妈妈哥哥的安全 但是更担心我爷爷奶奶的健康 因为他们年龄很大 看到安子彤因紧张焦虑而情绪低落 丁秀芬心里非常着急 他和爱人商量用陪伴和鼓励 帮助孩子走出困境 为了增加和安子彤的交流 丁秀芬开始学习意大利语 并主动跟着子彤学唱意大利歌曲 了解到安子彤喜欢中国书法后 丁秀芬和爱人鼓励安子彤拿起毛笔进行练习 每到周末 他们还会带上安子彤去附近的公园和郊外欣赏美景 放松心情 在我恐怕的时候 阿姨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他和我聊天 安慰我 和我一起唱歌 带我出去玩 出去健身 教我做中国美食 在丁秀芬和爱人的鼓励和陪伴下 安子彤的心情越来越好 日前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和意大利的家人通话 他告诉父母 自己在中国妈妈这里生活得很好 只要他不离开中国 不离开石家庄 这里永远是他的家 我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我想尽快回到学校学习 今后我想学好中文 考上一个好的大学